好 面成为人者 很好 需要回店吗 回 马上 好 宇农兄 我有一种感觉 丁墨群 我有一种感觉 他家的阁楼上有秘密电台 他家那个女佣洪英就是报务员 因为我观察到 在那个女孩闲暇的时候 她的手有发暴的动作 这么说这个电台 是用来和重庆直接联络的 丁墨群的动作可真够快的 这么快就跟重庆联系上了 今天他召集了护航驻军军长会 会后他们又密谈了 会不会是也想把他们也拉拢到重庆方面 丁墨群这样一搞 上海就成了军统的天下了 那这个代老板可真是够厉害的了 敢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掌控上海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坐 红英不是佣人 是代老板派来的报务员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把他当丫鬟使还来使还去 真是罪过 早告诉你 就你这张嘴 上海滩不全知道了吗 世保和大江的太太还有平路 我经常在这里打麻将 万一把风声传出去让武田知道了 那就掉脑袋了 那麻将我不打了 免得惹麻烦 麻将还要打 不打才有麻烦 墨群 那代老板真的就那么信任你 你杀了他们那么多人 信任谈不上 因为他用得着我 前些天送给他那个法币铜板 让他发了一笔财 他正高兴着 他可是个过河拆桥的人 只怕你帮他办了事 他倒反过来拿你问罪 你可得当心点 所以啊 刚才我在给他的回电里明确提出 我必须要得到老蒋的手务 我是党国的功臣 对对对 让老蒋写个东西 咱们也好有个凭证 不怕他们以后耍赖 慢慢来吧 现在关键的是要拿到军权 有了军权 我跟戴笠跟老蒋 就有谈判的资本 我去 你这手可真高 即便以后日本人倒了 我们也倒不了 上海啊 还是你的天下 但愿如此吧 你困了 那你先睡吧 你站沙发 你让我上哪儿睡啊 那你就再跟我聊会儿 给我讲个故事吧 我从来都没听你讲个故事 好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听 那个时候我还在打游击 有一天我到山里去送情报 那是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山里起了大雾 我走着走着 碰到了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白衣服 她在向我问路 她说她找不到价了 你别吓唬我 我就领着她走啊 走 可是怎么走也转不出那个圈 突然 忽然 我一回头 这个女人就站在我的身边 这舌头伸出来这么长 你瞎编了吧 是吧 我记得当时我给小兰讲过这个故事 她那么勇敢的一个女人 让我瞎编的故事给吓了够呛 是吧 女人嘛 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 都是这样 现在想想我真是对不起小兰 我欠了她很多很多 冰露 真想去看看丹丹 是吧 黄菲同志 请你相信我 我会帮你照顾好丹丹的 母团 将军 马上派一个监测车 到丁墨全家附近 监测有没有秘密电台 将军 丁墨全家有秘密电台 不该你问的就不要问 去 是 发现电台信息 能确定在哪里吗 在那边 保持匀速 继续向前 一定要锁定目标 好 进来 来 主任 刚收到的电报是戴老板 去吧 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跟戴老板是直接联系的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看 原来莫青兄 想要委员长的清理手遇啊 可是戴老板拒绝了 说是委员长答应了就行 委员长金口都开了 你还答应什么 可是口说无凭啊 到时候委员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 我不能落得一个汉奸的下场 莫青兄你多虑了 如果在这里我们来评价委员长 有不敬之嫌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只要我拿到这份手遇 护航六军我来摆平 时机一到 全都有戴老板和委员长来调配 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就得考虑一下 我卖给谁更合适了 你转告委员长 江浙 苏北的共党 也准备再进攻上海 你别动气了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 这就是一桩买卖 做不做由你们决定 我先告辞了 等等等等 莫青兄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不 你的为人我清楚 这样吧 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只要拿到委员长的手遇 一切都好吧 再见 那停的什么车 好像是梅机关的侧向车 侧向车停这个吗 是不是在找军统的电台啊主任 报告将军 根据我们侧向车 侦查到的结果判断 丁墨群家里 很有可能藏有一部秘密电台 好 跟我来 是 秘密电台锁定没有 报告将军 已经锁定 可以端定 这部秘密电台 正在与重庆的电台内容 内容是什么 将军 他们采用的密码级别非常高 很难破译 集中力量 尽快破译密码 你怎么了 怎么老转圈啊 这一劫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出什么事了 武田可能知道这儿有电台 那就把电台转移了 让武田找不到 他没拼没震的 那你也没办法 那怎么行 我正在跟代老板谈条件 老蒋的手艺还没到 电台联系不能中断 那怎么办 只能貌似先联系着 我现在必须要搞清楚 武田他是否真的在监视我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你先下去吧 让我再想想 来 可以发报吗 主任这是上官阵长新拿来的密码本 您说我们要不要用这个发 你是担心我们的密码让美机关破译了 完全有这个可能 毕竟我们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倒是希望他们已经破译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武田现在在怀疑我这儿有秘密电台 我正想试探一下他到底知道多少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 按我说的做 好 您说 准备好了 雨农兄 报告将军 密码已经破译 什么内容 丁木群秘密联络护航驻军 效忠从庆 还把我们在上海周边调集军队 准备最后一站的部署 报告给了戴利 丁木群把我们皇军都给出卖了 走 站住 将军 念 重庆戴老板 事已办妥 明天下午三时 请派人在百乐门舞厅碰面 尚官封 尚官封 上官封到底什么意思 将军 上官封会不会躲在丁木群家里 用这部秘密电台跟重庆联系 丁木群到底想玩什么花招 将军 我看先不要动他 不能动丁木群 派人盯住上官封 只要我们把上官封抓住 丁木群所有的秘密 就会找在我们手中 那将军的意思是 把四五殿长叫来 是 队长 扫不进去 是 万众大门 忽然接手检查 进来 主人 色谷带着县门队搜查了百难门舞厅 果然如此 主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将军 虽然没在武厅抓到可疑分子 但足以说明丁墨区设着圈套 引我们上钩 想跟黄俊玩 那就把他请到梅集馆来 好好地玩一玩 将军 拉他去喂狼狗 杀一敬拜 包了他的皮 挂到特工总部 我看谁还敢闹 上车 出发 吴天这个王八蛋要对我下手了 怎么 吴天他 他 他怀疑你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主人 兄弟们都听你的 我林大将就等你一句话 好 生死关头 我只能放手一搏了 主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吴天现在一定是带着宪兵队的人 正往这儿来 我要送他一份礼物 你的意思是 跟 跟他们拼了 不 必须要给自己留条活路 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 过来 这 这怎么行啊 主人 这 按我说的去办 快 是 瘋了 瘋了 真是瘋了 大江兄弟 谁瘋了 你别问我 别问我 瘋了 吵 吵 吵 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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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驾到 有失远迎 失礼了 你好雅兴啊 李莫军 欺骗黄军 死闹死闹地 色谷队长 您这是要干什么 丁先生 你确实是个人 都死到临头了 还那么沉得住气 将军 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这 这要干吗呀 你知道吗 欺骗黄军 会死得很惨 我知道 但是您得让我死个明白呀 丁先生 咱们该摊牌了 摊牌可以 但是您不能毁我的旗袍啊 这些都是文物 它价值连城 可是你进了梅机关 这一切都不会是你的 将军 我可以跟你走 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个理由 理由就是 你出卖南京政府 你私设秘密电台 直接跟戴笠联系 出卖黄军的情报 试图谋反 有这种事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丁莫军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丁先生 他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 丁先生 他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 丁先生 找火了 快死他 找火了 快死他 找火了 快死他 来人啊 找火了 将军 你等会吧 喂 莫军 妈 那是我 你家里着火了 你快回来呀 什么 出什么事了 将军 我们家着火了 把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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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这火烧得太奇怪了 我房子也烧了 电台也烧了 丁莫群这小子确实厉害 这招太狠了 将军 我们把他抓去危机关 严心拷问 不怕他不证 再说 我们还有他发出的密电 现在还不是时候 将军的意思 丁莫群 中国有句古话 塞翁失马 胭脂非腐 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含义吧 看来红军现在实在是用不着我了 我这就跟你去媒机关把情况说清楚 你要将我一军 不 将军 莫群为皇军效力死而无悔 丁莫群 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朋友 是 是 开过 是 小小姐 为 为什么 不现场拘捕丁莫群 你就抓到他 没有证据 抓了他 他也不会承认 何叔 我们不能容忍身边有个叛徒 再等一等 我倒想看看 他跟军头 到底有什么秘密 弄不好 丁莫群在重庆方面 有后台 如果把事情搞砸了 对我们很不利 四国 我们很快就要到了众叛清离的地步 中国有句话 叫强倒众人推 如果我们现在杀了丁莫群 谁来顶替他的位置 将军 我觉得吴氏宝给 吴氏宝 你怎么办 四国啊 你跟他秘密接触一下 有必要的时候 杀了丁莫群 你也太狠了 直接把自己的家给烧了 我千辛万苦攒下的家也全没了 烧了就烧了吧 这叫破财免灾 你这财破的也太大了吧 难道就没有两权之策 能躲过这一劫就不错了 烧高香吧阿弥陀佛吧 不要这么贪 我心疼 心疼什么 我看这房子也不错吗 要有耐心好好等着 总有那么一天 日本鬼子都给我滚回去 上海他还是我们的 就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想想 武田他能放过你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稳住武田 稳住武田的办法 就是要多抓共产党 还有军统的人 你不是投靠戴老板了吗 怎么还抓他的人 戴老板是什么人呢 他完全知道 我丁墨群的价值 我杀他几个虾兵蟹将 他能在乎 况且我做的事 他不一定知道 明天我让大江和世宝 先去抓几个 上官风的小牢笼 给武田送一份厚礼 丁墨群的命运 有点太大了吧 这样都能私利逃生 这回你了解我这老同学的 手段了吧 如果他真的投靠了戴笼 跟国民党连起手来 我们可真是后患无穷了 所以上级之旅 我们要用日本人的手 除掉他 你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武田不是个老狐狸吗 怎么还能栽在他的手上呢 丁墨群虽然躲过了一劫 但是他必定害怕武田 再次对他下手 他会变得很疯狂 他会大肆地抓人杀人 以此来掩盖 武田对他的怀疑 我明天去跟小胖接头 让同志们 注意安全 出来了 刚刚得到情报 敌人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您和同志们赶快撤离 明白 我先走了 好 小胖 你们也赶紧转移吧 千万小心 放心 我去趟码头 通知那边的通知 好 老板 有情况 赶紧撤 我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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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一定要把这事 给我办得漂亮 走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一定有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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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动 谁死 奥远山先生 幸亏啊 你给你 你在搞的东西 林大人 等着 我抽一棉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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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 丁先生 你抓了共党的人和军统的人 功劳打大的 将军老师怀疑我跟军统的人有勾结 我就把这几个人交给您 您好好审审就全清楚了 报告将军 都招了吗 招了 他叫鲍远山 是军统上海战的副战长 尚冠锋的下落呢 尚冠锋已回重庆 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重大任务 什么重大任务 这个他也不知道 是尚冠锋自己负责 尚冠锋没有人知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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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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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站过来 丁先生 你看这几个人如何处理 杀 是杀给我看的吗 是杀给重庆的戴笠看的 此话怎讲 将军一直认为 我跟军统那边有勾结 所以杀几个人 上海战的副战长 这个人头不轻啊 你很有魄力 哪里哪里哪里 丁先生 动手吧 来人哪 招人 好 丁先生 你抵中国的男人 这堆尸体里缺了个上官风 有点遗憾 欢迎欢迎啊 上官老弟真逍遥啊 在这花园洋房 当起了隐士 吴京兄啊 现在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你我 能当隐士吗 那你这意思是要当英雄吗 坐 谢谢 拜托老弟办的事怎么样了 我刚从重庆回来 我刚从重庆回来 是专身替莫军兄办那件事情 但老板怎么说 委员长的手艺到了吗 莫军兄啊 从今往后 你有了呼声福了 妈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说 鲍远山和上海战几个弟兄 是不是你抓的 是啊 你什么意思 一点小意思 借他们脑袋用一下 你把他们杀了 不是我要杀 是武田要杀 我没办法 丁莫群 你太过分了 他们是我的兄弟 是呆老板的人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没办法 武田非要杀他们 我只能断臂自保 老弟如果真生气的话 你可以开枪 来 开啊 要不是戴老板这么看中你 我一定逼了你 岂止是戴老板 你不知道 江委员长现在也很器重我 为什么 我能联络到护航的六个军 这还不包括特工总部的人 还有未来的保安部队 你能把保安部队抓到手 你没听说吗 保安部队要换人了 只要我稍作努力 这个位置就是手到擒来的手 那太好了 沐女兄 那我先祝贺你 有了保安部队 我们接受上海 那就易如反掌了 手遇 我院长的手遇 我敢私藏吗 好 怎么样 委员长够意思吧 委员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粉身碎骨 在所不辞 为了这个手遇 对啊 戴老板 没少在委员长面前说你好话 兄弟我也没少奔走 他亲自去了趟重庆 这些我知道 上官老弟 你我来日方长 我一定会重谢你的 委员长的手遇你到手了 日后绝不会有后骨之忧了 那戴老板让你办的事情 你该抓紧办的 特别是那个保安队的司令 一定要抓到手 你马上可以跟戴老板汇报 保安队司令的职务 我志在必得 你自己 直接跟戴老板发电报吧 我的家都被烧了 电台没了 从现在起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至于电台嘛 我已经给你架势好了 就在房间里 你想得真周到 我就是想得再周到 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戴老板的意思 感谢戴老板 我该告辞了 这房子留给你 报务员还是由红莺小姐吧 你什么时候把她叫来 就可以 直接跟重庆联系了 房子你留着 我们联系起来方便 日后如果要采取行动 这儿可以当个指挥部 也好 还是莫俊兄养得远啊 好 就这么办 那我先走了 留步 不要动 看一眼就行了 这又不是圣旨 不是圣旨 它圣似圣旨 我们的身家性命 现在都在里边了 好 你看看 丁莫群 忠心可家 既往不咎 事成当论供重用 这次老蒋 这次老蒋对你 还算有点情 只要有这张纸在 日后谁敢说我 丁莫群是汉奸 我是有功之臣 万一老蒋不认账怎么办 怎么能不认账 白纸黑字 他能不认账 老蒋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 只要有这个手欲 咱们手里攥着 我就不怕他不成 你明天把它 放到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 行 不 上海汇丰银行还不行 放在香港的 汇丰银行保险柜 上海汇丰银行老蒋一级 派人砸 说砸就砸 那我明天就去 别动 我来 我不想吃 你对皇军忠心耿耿 是保安司令 西方 合室的人選 武天將軍一定會大力推薦你的 是吧 這也不好說 丁 丁主任的資歷比我高 第二呢 丁主任 他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 你的意思丁墨群也要當保安司令 我聽說他早就在活動了 現在南京方面放出風來說 這個保安司令的位置 非他莫屬啊 放開 四伯爲長 我說的都是真的 丁墨群 教材兩隻船的混账東西 對皇軍大大的不忠 四伯爲長 您的意思是 武天將軍並不看好丁墨群 武天將軍恨不得殺了他 原來是這樣 是不是因為上次 丁墨群家著火的事 我就覺得丁墨群這個人 他是在玩火 四伯爲長 請您在武天將軍面前 多給我美顏美顏 你放心 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武天將軍 絕不允許丁墨群 絕不允許丁墨群 把手伸到保安隊 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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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的地方 你喜歡的地方 我喜歡的地方 我喜歡的地方可多了 我不知道 你猜猜 猜不出來 去還是不去吧 去 走 快點 走 角叔 你好啊 初战 好久不见了 乃真风把您吹来了 你说呢 让我说啊 是不是就给关小姐 盯着旗袍啊 我看哪 像这样的美人 应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穿新旗袍 九叔 那你可是自己为难自己了 关小姐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是天天都穿新旗袍 您不就受累了吗 关小姐还这么体贴我 说句老实话 还真就老了 干不动了 九叔啊 你是老基福利啊 今天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展示展示新的手艺 这 这是什么的 军服 军服 主任 你是知道的 我这里啊 只做旗袍啊 我知道您只做旗袍 但是别人我信不过 来 你就为我破一次力吧 要我说主任呢 应该穿一套中山装 最不济 也得是一套西装 他怎么能穿军装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很快 我就要当上上海市保安队的总司令了 这是总司令的将军服 哦 主任要当司令了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什么 丁慕群把保安司令的制服都做好了 主任啊 是心急了点 你说这么大的事 怎么也要由您来决定啊 丁慕群这个混蛋 一直就没有把黄军放到眼里 脚踏两只船 我早就知道他跟重庆方面有联系 他想扩中手中的实力 把上海抓到他的手里 我总会得让他死 将军 你也别生气 主任 他这件事情办得 是胆子大了点 可是他要造反 我相信他也不敢 管小姐 你也太天真了 丁慕群这样的人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 他什么样的勾当 都可以干出来 吴田将军 我现在心里 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特工总部 不能没有丁主任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 没有丁主任 特工总部照样存在 你放心 不管谁当了主任 他们都会关照你的 谢谢吴田将军 我现在认为 武装 哎呦 来 留在那儿 我现在传达 那你赢了 欧洲战局竟然顺利 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围攻拨令 美国对日本的最后打击 连将开始 我们大反攻的时机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戴老板的意思 是最高层的意思 日本一旦战败 我们最大的对手是共产党 共党不除 党国永无宁日 沐浅兄 你知道老头子为什么给你倾逼手遇吗 一方面 当然是看中你手里的实力 日本一旦战败 可以先进一步接受上海 但最重要的是 你一贯的反攻立场 是老头子放心啊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挡住新四军 不能让他们进上海 沐浅兄跟上头想的一样了 我们千万不能让共产党下山摘桃子 我们要把胜利果实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保安队司令的事 我已经做通了南京方面的工作 武田从中做梗 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几天我出去走一走 把军统上海山的工作再恢复起来 到时候接受上海 这里只有一个光杆司令可不行啊 你我最近都得小心点 沐浅兄啊 胜利在望 你我一切都小心了 我一切都存在 最郭品贬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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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打 老陈 旧部电台你先来送出去 交给重庆来的人 以后啊 用电台跟我联系 试试站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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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来 你来 这儿 你来 打开 你跑什么呀 啊 主任 什么人 军统上海战战场上官丰 他是上官丰吗 千睁万炫 先关起来 我亲自审 是 主任 主任 报告 进来 主任 你找我 有件事你得帮我个忙 主任 怎么那么客气 有事 您尽管吩咐 您手头这两天抓人没有 有啊 刚刚抓了两个军统的嫌疑人 还没有审 好 这件事事关重大 所有的细节你必须听我的 是 吴队长 抓住了上官丰 了不起 功劳大大的 是 四估队长 还有一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说 这个上官丰啊 我看得很眼熟 刚才在故道上 碰到丁主任 他也说很熟 什么意思 丁主任有个老同窗 他以前来过特工总部 也去过丁主任家 我见过啊 我觉得 上官丰这个人 很像丁主任的老同窗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丁主任的老同窗 长了八字虎 戴目镜和礼帽 我不敢确定 但是眨眼一看吧 这两个人 太像了 真的很像 真的 他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同一个人 那您的意思是 丁主任和上官丰 早就有来往 快 快 马上跟我走 什么意思 快 给他换衣服 主任的意思 赶紧换衣服 动作快 好 你把他们送出去 是 是 把上官丰 押送到梅机关 武天将军命令 把上官丰 送到梅机关 那 丁主任那边 我去报告 不用了 现在就可以出发 孩子 对了 那 两位 一位 你还搞得罪哦 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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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队长 刚才到处找你 没想到在瑟谷队长那儿 林队长有何功干啊 丁主任叫我把这两个人 送到梅机关 交给武田将军 走 等等 这个是上官风马 人是我抓的 要送应该由我来送吧 我这是奉的丁主任的命令 可我奉的是武田将军之命 林队长 让你交给我们 瑟谷队长 在特工总部 我得听丁主任 林主任 要听大日本红军的 什么情况 吴队长他们 丁主任 上官风是我抓的 他林大将凭什么抢我的功啊 瑟谷队长 我的意思本来就是想 把这两个人献给梅机关 原来如此 吴队长 我们带人走 不 既然上官风是要犯 我想应该当做 特工总部的礼物 献给武田将军 我们都一起去 你看怎么样 丁主任大大的好人 我们统统去 是 大江 林队长 林队长 师傅 你跟我来 乌世傅 前面车里的人是谁啊 上官风啊 你确定吗 对啊 肯定没错 一会儿见着武田 你就这么说 哎 主任 是 我跟我将军 上官风带倒 下来 丁先生也来了 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当然得亲自给将军送来 今天搞得很隆重嘛 特工总部两员大将也来了 那好 咱们一起 会会上官风 四伯 吴师傍 在 这两个人 谁是上官风 吴师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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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抓的人 你居然不认识 我告诉你这事 就是他 上官先生 久仰 我是国民老上马山 在哪儿上官风 你没想抓住他 想杀就杀 没想到 军统还有这么硬的汗 我始终有点怀疑 你一定是假冒的吧 将军 对付上官风这样的人 我有经验 您要不让我伤 我也有经验 四国 牧村 你们俩去审 我等好消息 丁先生 丁先生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我 他们说 只要你才能救我 丁先生 你快闭嘴 丁先生 在 你听到了吗 他刚才说了 只有丁先生能救你 这这这胡说八道 在上海只有将军 才能主宰所有人的生命 看来整个上海 只有丁先生尊重我 走吧 我请你喝茶 咱们等着好消息 丁先生 此时此刻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那个上官风招了没有 招了又能怎么样 没招又能怎么样 要是招了 军统的上海组织就完了 我看 招了也是白招 将军什么意思 报告 进来 报告将军 这个人根本不是上官风 你确定吗 牧村找出上官风的资料 没有一样与此人相符 据他招人 他上个月才加入军统 将军 应该不会啊 是吴师保亲口告诉我 那个人是上官风 把他们两个带进来 吴师保领大将 将军让你们进来 吴师保 我问你 你抓到的上官风 是刚才那个人吗 是谁 就 就是刚才那个 你知道欺骗皇军的结果是什么吗 明白 明白 死罪 将军 你别杀我 将军你别杀我 你不要杀我 你 你反了你 你胆子太大 你连我们天将军都敢欺骗 严主任 别演戏了 吴氏堡有这么蠢吗 我看 是你们把上官丰调包了 您说我们 您是说我 还是说林队长 瑟库队长 你不能血口喷人哪 我们带人俩人的时候 你们俩都在场的 我看这件事情可能搞得有点复杂 上官丰又不是孙悟空 他不会变身的 李默菊 你敢激动我 怎么可能 瑟库队长 我怎么敢戏弄黄军呢 欺骗黄军的是你 勾钱军同学是你 陪莫群 死了死了的 东东死了死了的 他妈的 老子给你卖命 没想到老子这种下场 帮了 把枪都给我放下 放下 丁主任 在 在我没机关里 你敢跟黄军对抗 你想干什么 将军严重了 瑟库队长也请息怒 这件事情 因吴队长而起 吴队长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人 将军看能不能 我先给吴队长带回去 询问完之后 我再把结果向您汇报 天默菊 今天说实话了吧 你不把黄军放在眼里 知道吗 我哪敢呢 我真是不敢 四谷 您 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 既然丁主任说了 是他特工总部的事 那就由他去处理 丁先生 哎 你处理完后 跟我说一声 哎 送客 走啊 吴师宝 在 你留下 是 把门关上 请坐 坐 吴师宝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 你还敢撒谎吗 将军 不是我撒谎 是丁主任他饶不了我 我会没命的 难道欺骗黄军 你就能有命吗 是 坐 坐 将军 将军 我说实话 那个人 我可以断定 他不是上官方 会不会是谁把他 这事 你就不用说了 我想问问你 你愿意给丁沐清陪葬吗 不不不 将军 我现在是您的人了 好 我会马上让丁沐清消失 彻底地消失 将军 您这是 只要你对皇军忠心 以后 保安司令的职位 就是你的 特工总部 也是你的 将军大恩大德 我吴时宝 就是掉脑袋 也在所不辞 你不要总跟我说掉脑袋 掉脑袋 我还要拿着你的脑袋 去换丁沐清的脑袋 只要你忠心 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来来啊 好 来来来 coisas 来来来来 以后特工总部是我了 保安司令也是我的 我吴世宝要发了 吴天将军啊 我太崇拜他了 大队厉大队厉大队厉 既然能看着我吴世宝了 那是那是他 你以后 叫你 你说我吴世宝将来会怎么样 吴世宝跟他手下人说 特工总部以后是他的了 保安司令也是他的 有这事 这话是吴田说的 我说吴世宝这两天 咱们脸上都露出一些得意之色 主任 还真给你料到 吴田把他留下来 真是大有名堂啊 看来吴田是要对我下手了 他想让吴世宝来取代我 吴世宝这个狗日的 我去把他干掉 不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干掉一个吴世宝 吴田还会找出一个张世宝 林世宝 主任 我绝不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紧张 大江 这么多年 你对我的忠心 我是完全清楚的 是 现在我们要对付的是吴田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搞清楚吴田 接下来对我采取的手段是什么 我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是 我和牟村的关系比较好 我到他那儿去摸摸地 拜托了 是 你知道我最恨什么样的人吗 叛徒 对 叛徒 丁主任是个聪明人 他看到时局要变了 他就另找靠山 他是个小人 他想在重庆方面表现一下 将功赎罪 这种人连狗都不如 将军 我看他快走到尽头了 他侮辱我们大日本帝国 他以为我们快完蛋了 想爬到我的头上 我看他是得意得太早了 将军准备杀了他 我不杀他 他定会杀我 然后他可以到重庆方面 去领赏 所以 我非杀他不可 到时候我请他吃饭 母村 你来作陪 将军 我从来没杀过人 希望 您不要为难我 正因为你没杀过人 所以让你杀 你去司令部实验室 取一种叫缓室毒液 把他搬到牛肉饼里 我要让丁先生领教一下 我们日本的科技 将军 将军 这种残忍的杀人游戏 我真是干不了 牟村先生 你就放心好了 这种游戏 一点也不残忍 一点也不血腥 人吃了以后 十二小时才能发作 不会有人知道 要使我们下的毒 牟村君 一个人喝闷酒 时间了 好好 我来跟你喝几杯 丁大队长 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你 你说一个人 有权利 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吗 没有 他没有 上帝也没有 可是 我必须怎么做 军人嘛 以服从为天真 碰到什么难事了 跟我说 也许我能帮你 看样子 有几个人的命 都放在我手里了 可我不想杀人 兄弟 你事 是 我替你杀 你说 怎么杀 毒杀 毒杀 有什么毒啊 换世毒计 换世毒计 毒谁呀 还能毒谁 就毒 我 我不能告诉你们 当心 当心 坏事毒计 你 木齐 你发什么呆啊 事情都过去了 没过去 这事太危险 我是踢着脑袋干的 而且必有后患 为了上官风 你把自己搭进去 直吗 上官风落到了武田手里 如果他招了 大家都彻底完蛋 如果他不招 官再没机关 时间太长 不行 我现在要跟他合作 要保持跟重新方面的联络 要把上海接收的工作 都安排妥当 他要是死了 谁证明我丁墨群 是静忠党国的功臣呢 你连这个都想到了 武田现在一定是审好了 那个假的上官风 既然他知道了 还按兵不动 我想他一定是对我 起杀心了 他要杀你 刚才大江来跟我说过 他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好了 武田心狠手了 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那怎么办 我这不正在想的吗 进来 主任 说 什么情况 武田准备对你进行毒杀 武田要毒杀你 喂 我是武田 将军 我是丁墨群 有什么吩咐 星期天晚上 我请客 瑟虎和你 你们俩要好好的沟通一下 明白吗 将军 市下大家都很忙 你看吃饭要不就免了吧 您的心意我都领了 丁先生 连我的面子你都不买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 叫何为贵 再说了 关小姐也要做陪 你必须参加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请将军放心 我一定准时赴约 你答应了 不答应怎么办呢 你刚才说他们下什么 听穆森说 他们准备用一种新型的毒药 叫幻视毒剂 墨群 我们逃走吧 我们逃到重庆去好吗 逃不出去 辛苦了大家 早点休息吧 过来 过来 情况怎么样 武田动了杀心 他明天晚上 要请丁墨群去他家里吃饭 让我作陪 让你作陪 我能感觉到 丁墨群也有所察觉 平龙 明天晚上你会很危险 丁墨群终于可以完蛋了 我明天想去看看丹丹 我明天想去看看丹丹 你怎么来了 我先过来了 我不放心 武田要杀丁墨群 有可能连你一起灭口 你要万分小心 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我也说不清楚 可是我必须要去 阿姨好 丹丹 你好 爸爸 丹丹 原谅爸爸不能经常来看你 阿姨来看我我也很高兴 阿姨来看你 也就等于爸爸来看你 阿姨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们一起等他回来 好 阿姨我和爸爸等你回来 还有阿公也等你回来 阿姨 阿公说的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去 我去 你真的要去啊 没有别的选择 今天不去 明天也得去 躲得了初一 赌不了初五 跟日本人干活 结果就是这样 我 我不让你去 就当是一次赌博吧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 放心 一切按我说的做 冷静 在家待着 那也不要去 我听你的 那我走了 今天请诸位来用一个便饭 同时呢 也要化解一下四股队长 跟丁先生之间的误会 你们同在特工总部 应以京城合作为好 将军的话我最爱听 我当然希望能跟色谷队长 友好相处 不知道色谷队长 意下如何 丁先生 我对你的才干 始终是很佩服的 这件事 我不想多说 我是个军人 服从命令事务的天职 武田将军怎么说 我都会遵命 看来色谷队长心里 还是有点疙瘩 色谷队长是一个直爽的人 有什么呀都挂在嘴上 今天说开了就好了 看在将军的面子上 这事就过去了 关小姐说得对 中国有句话 叫何为贵 这是五甜牛肉饼 非常的美味 您请 我不饿 四谷队长 来 您先用 请 丁先生 五甜将军 专门请你 还是你先用吧 你看客人都这么客气 将军是主人 要不将军 您先尝尝 丁先生 是不是嫌我的牛肉鲜饼做的不好 怠慢你 不能不能不能 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丁先生 你今天是我的客人 还是客人献 我们日本人的习俗 是以单数为责 所以牛肉饼分一三两次来上 已是对丁先生的尊重之一 这个我也听说过 在日本送礼仪单数为敬 送一件对方会高兴 送两件就有失礼仪了 这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惯 丁先生 你应该知道 有错二文 有错二文 我还有一件事 要祝贺丁先生 啊 从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 你就任上海警察局长的呼声 很高啊 最后还要看 黄军的意思 黄军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南京方面定的 我看就行 好 那都先下去 嗯 非常美味 来来来 大家一起吃 大家都吃了 丁先生 你也尝尝啊 啊 木村先生怎么 少一 对 我自己想 好 好 x2 1 1 2 2 1 5 你怎么了 肚子疼啊 不舒服 那赶快去医院吧 没事 可能是心理左右 什么意思 吴贤肯定是在那个牛肉饼里边下了药了 他在 开快点 回家 老金快点 你怎么了 哪有 快扶床上 啊 屏露 你哪儿也别去 在这儿陪着我 干爹 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不 我不喝 你只要在这儿待着 我就踏实了 木槿 木槿屏露 快去给伍天打电话 声莫军不行了 让他快来 快去呀 喂 喂 喂 是伍天先生吗 我是观平露 丁先生他病了 病得很严重 好像是快不行了 你过来看看吧 走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给丁沐群送行 这就是当狗的下场 狗永远也爬不到主人的头上 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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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太太 丁先生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 他从你家回来就这样了 你给他吃什么了 丁先生吃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吃了 怎么 难道你怀疑 是我给丁先生下毒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将军您心里最清楚了 墨青给人做牛做马 倒头来还是让人给害死了 丁太太 我是来看丁先生的 怎么 你要拿我心事问罪吗 我是要让将军看明白 墨青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个叫我怎么活呀 丁太太 请节哀 不是 我愛你 出什么事了 鹏飞 鹏飞 母亲让武田给害死了 主任死了 他死得好惨啊 你看看去吧 主任 你死了 你扔下我们这帮弟兄们怎么办呢 他妈的 武田也太狠了点 大江兄弟 是武田害死了主任 主任从武田家回来就不行了 你要是我的兄弟就带上人 咱们一起去找武田 鹏飞 使不得 你不能去 他连武墨群都能害死 你去了也是有去无回 你不能去 嫂子 主任对日本人忠心耿耿 他们怎么能害死他呢 走 找他去 鹏飞 鹏总长 我来了 武庭将军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你杀了丁主任 错 丁主任是得疾病似的 关小姐可以作证 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丁主任还好好的 武庭将军 不管丁主任怎么死的 你得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吧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给丁太太 给大家一个说法 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在上海所有的报纸的头条 就会登出丁墨群主任 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事业 鸡劳成鸡 不幸得了疾病 以生殉职 好 好 母群一生 就值这几句话 好 丁太太 多事知秋 我看 还是早点安葬吧 看见 谢谢 火天将军想的可真周到啊 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丁太太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送佛送到西天 我看还是让丁主任早点安息吧 黄金的意志照办 特工总部不能一日无主 现在我宣布由吴世保代主任 特工总部的一切事情 由吴世保管 有些人以为我们快完了 在背后偷偷地找靠山 如果找不好的话 那就要下地狱了 母亲 你这个也看看 天天日本人卖命 就冒得这么一个下场 就送给你惯了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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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 吴世保这个狗日子 爬到我们头上去了 老子就是五湖 大江 宋天 你就别发牢骚了 吴世保是抱上了武田这个粗腿 冯飞兄 你看着 我林大江可不是个软世子 他吴世保想捏我门都没有 反正主任也死了 咱们俩就跟吴世保玩玩 我也想通了 这个世道啊 有乃便是娘 我得叫武田瞧瞧 我林大江比那个吴世保强多了 你想干什么 吴世保暂时带你主任职务 那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主任 我呀 多抓点共产党 叫武田瞧瞧 主任这把椅子啊 是那个吴世保来坐 还是我来坐 多好的办公室 可是他换了主任 吴世保 你还满意吧 武田将军对我恩助如山 我吴世保愿为将军赴汤蹈火 万此不辞 当时你们丁主任 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可是他没有做好 我对将军的中心天日可见 如果将军不信 我可以把心掏出来 把心掏出来 人就死了 你怎么为皇军效劳呢 带我去看看丁先生的秘识 丁卢 你也累了 赶紧回去吧 干嘛 我想再陪你一会儿 给干爹守灵 难为你了 真是危难见人心 莫群落得这样的下场 只有你和彭飞是真心的 吴世保和林大江 真不是个东西 干嘛 你别太伤心了 那些人他不会有好报应的 要是你干爹不死 会好好报答你的 干嘛 你说这话干嘛呀 我说的是心里话 你干爹虽然死了 可我还在平落 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不说这个了 干嘛 你倒是要保重身体啊 你放心吧 我和你干爹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我挺得住 这我就放心了 你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跟莫群待一会儿 嗯 那我明天来看你 嗯 去吧 嗯 你也出去吧 吴队长 这些东西你打算如何处理 听将军吩咐 哎呀 确实是好东西啊 有几件还能称为国宝 将军 您喜欢的话 何不 吴队长 哦 应该叫吴主任 请坐 是 坐 坐 将军 这把椅子就是不一样 这把椅子归你 这些东西都归我 各取所需 将军高剑 这件屋子里的宝贝 我明天派人统统送到你的府上去 吴师宝 别人都说你是个粗人 我看你是粗中有戏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保安司令也由你见 吴主任 吴主任 你现在手中的权力 比丁墨群要大得多 我所有的权力都是您给的 从今往后 特工总部和保安部队 全听您一人指挥 明天把东西送到我 是 抓住 就是 你 排除 加油 住 好好好 这是 qui 之致 是 地 números 哎 加入 他是 我 可以 阿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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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电脏 upload 作为一个军人 你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军人 将军 参军前我是一名学生 从军并不是我的愿望 牟村 像你这样意志薄弱的军人 我早就应该杀了你 或者是把你送到战场 让敌人的子弹消灭你 将军 这场战争早就应该结束了 他与我参军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把战火烧到了别人的家园 这是一场什么战争 这是侵略 这是灭绝人性的侵略 混战 请这句话 我现在就可以毁了你 莫村 我答应过你父亲 要把你安全带回日本 现在 你们家 只有你父亲一个人在等你 你的妹妹和妈妈 得了瘟疫 你的妹夫 战死在东北的战场 只有你父亲 只有你的父亲 希望你回去 是 我已经决定 让你提前回日本 因为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战争结束后 战争结束后 我们大日本帝国 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将军 那我回去了 您怎么办 您也跟我一起提前回国吧 不 我的任务是在上海 我要在这儿等着完成任务 不管等到什么时候 你去吧 去吧 这一关 过得实在是太惊险了 什么叫道高一尺磨高一丈的 跟日本人打叫的 就像在刀交上跳舞 不背一首 能行 莫群 你怎么知道 日本人下的是什么毒啊 那天大江跟我说 他们要采用 缓式毒剂 我马上就想起来 三年前 武田毒死了一个 南京政府的人 说她是心脏病 然后尸体让我去处理 我一看这具尸体 没有任何迹象 我就想 应该把这具尸体交给 药物研究所的黄医生 去好好地解剖研究一下 你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个 是 因为她死得太奇怪了 中毒的人一般在脸部或者身体上 都会留下一些迹象 但是这具尸体 死得很平静 很快 很快黄医生他们 他们就把研究结果拿出来了 说这是日本人刚刚研究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毒剂 她的特点 她的特点就是服毒以后 会在十二个小时以后才会发作 开始腹部胀痛 然后 神经麻痹 完全像不如梦境一样 最后 就这样平静地死去 是这样 那后来呢 黄医生他们很快地就掌握了这个毒药的成分 我命令他们迅速研制出来 有朝一日 我可以对付吴田他们 原来是这样 特工总部的那几个人都是什么表现 吴氏宝真不是个东西 彭飞和平露是真心的 平露一直陪着我 彭飞当时就拔枪了 要找吴田算账 是吗 莫群 通过这一集 你应该看清很多事情了吧 这些天你可千万要当心 别让吴田知道你还活着 德国人都投降了 日本人也蹦得不了几天 我就是当鬼 也没几天好当了 上官老爹 吴警兄 好点吗 没问题 稍等 你好 稍等 去吧 请坐 戴老板有什么新的指示 有 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戴沃投降后 日本人撑不了多久了 最多几个月必将崩溃 所以戴老板的意思 让我们走着人马 但日本一旦战败 国军尚未进驻上海之前 抢先接收上海的重要机构 我明白 委员长的部队 都是在西南西北一带 江南这边它是鞭长莫及 我们现在主要任务 就是要控制新四军 他们势力的扩张 到时候不能让他们 把上海给接收 木槿兄真是眼光如炬 跟老头子想的一样 所以这是重庆方面的 最高指令 军队方面我有把握 让委员长放心 孙军长都是听我的 只要命令一到 护航的六个军 全部反正 不过上海还是有麻烦啊 吴氏保担任特工总部的代主任 还接任保安部队的司令 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任务了 要搞定上海 必须搞定吴氏保 这只小泥鳅 还想在黄埔江里边 扑当出大浪来 你有把握 吴氏保 我去见见他 你去见他 莫金兄啊 你已经死了 难道突然活过来 出现在吴氏保的家里 不是他的家里 是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 不行不行 这太危险了 色谷和他的宪明队 也不是吃素的 万一被他发现了 那就危险了 我有蜜档 我有蜜档 嗯 进来 吴队长 这是你要的文件 可以在这儿吧 等等 吴队长 吴队长 还有事吗 你叫什么 吴队长 你看 我这不是习惯了吗 吴主任 这就对了嘛 这儿没有吴队长 只有吴主任 你的干爹已经死了 你没有靠山了 我做你的干爹 年纪轻了点 但是 我做你的大哥 应该可以吧 我先走了 蹭 摆什么臭架子 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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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人还是鬼啊 他妈的 吴世宝 你是个坏人 看清楚了吗 主任 没死啊 我他妈撕你个头 丁墨群 今天要是知道你没死 他不会放过你 胆子够大的 敢拿这个东西对准我了 开枪 开啊 我他妈借两百个蛋给你 你他妈敢开吗 主任 主任 都是五天害了你 跟我没关系吧 他妈 闭嘴 起来 起来 走 走啊 吴世宝 今天我们见面 我是想给你提个醒 日本人很快就要完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 供你选择 第一条 你 接着跟五天走 最后不被日本人干掉 等蒋委员长的人马一杀回来 你就是汉奸 到时候就等着公审 枪毙 还有一条呢 第二条你就是跟着我走 我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的授权 在上海秘密联络部队和重要部门 日本人到时候一投降 我们就提前把上海给接收了 那个时候的你 不光不是汉奸 还有可能是党国的功臣 你看 你选择哪个 主任 您让我想一想 还有第三条 那就是毕了你 你这个代主任的位置 让林大江来坐 要不 自杀怎么样 别别别 那好 那就来个军统除奸 你选哪一样 主任 我就跟您了 我就知道你是失实物者的人 世保啊 都是有家有业的 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事成之后 我保你是荣华富贵 享有不尽 是 主任英明 世保全家 感激不清 这位是军统上海站的站长 上官丰 认识吧 上官站长 得罪了 好说好说 以后都是兄弟了 今天见面 你应该清楚你日后的任务是什么 把特工大队和保安队 牢牢地捏在手里 刺激行动 是 主任 具体部署 你写一份应变计划 我们上报给重庆的代老板 我照办 好 那就这样吧 武田那里该怎么对付你应该清楚 你的任务就是抓共产党 另外 我是一个死人 明白吗 走漏了关于我的半点风声 你就麻烦了 主任放心 如果走漏了您的消息 那等于要我的脑袋 日本人马上就完蛋了 还得垂死成长 我听母孙说 武田同意他回国 可是上面不批准 看来他们还要死守得上来 美国人马上进攻日本本土 现在八路军新四军 也在进行大反攻 抗战马上就胜利了 你的情况我给代老板做了专门的汇报 他很满意 只要你把特工总部 保安大队全都抓在手里 将来配合国民政府接收上海 你以前跟日本人的那些勾当 都可以一笔勾销 甚至可以重用 主任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感恩戴德的话就不要多说了 是吧老爹 老爹 上次让你准备的应变计划怎么样了 我再来 请主任过目 这份应变计划 我已经列出了提前接收的重要部门 包括市政府 电力厂 电力公司 水厂 电信局 交通方面有机场 码头 火车站 汽车站 要害部门 由特工总部接管 交通方面有 还部队接管 保证在24小时以内 把这些部门 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 监狱呢 很重要 监狱里面都是共产党 要把共产党都接收了 不能让他们跑一个 主任 重庆政府不是讲国共合作吗 将来国民政府回来了 对共产党 政治你懂吗 将来最大的对手是谁 共产党 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 明白了 等等 我密室里边的那点东西 放哪儿了 主任 您那些宝贝 都让武田拿走了 我发誓真的 去吧 是 日本鬼子快完蛋了 特工总部现在笨哄哄的 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现在 日本人是蹦不了几天 但是这一点 蒋介石也注意到了 他正在招手装备他的部队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共产党的军队 这日本鬼子被赶走了 内战还是可能会爆发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蒋介石正在跟日军高层 进行秘密接触 他们打算在日军投降的时候 全面接管日军的武器装备 和军事情报 有了这些东西 他们的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向解放区发动警告 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组织上的指示是 希望你们及时弄到 重庆方面和汪伟政府 还有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协定 及时向延安报告 以便党中央制定好 抗战胜利后的方针政策 这个任务很重大呀 是啊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包括评罗同志 组织上相信你们 一定会光荣地完成任务的 我和彭妃一定会尽全力完成任务 请组织上放心 深河将军 您此次来上海 有何指示 我们的政府拒绝了中英美 三国顿除日本 投降至波斯坦公告 大日本帝国悲剧的命运 是不可避免的了 您是说战败的命运 是的 吴天将军 我们日本要战败了 我这次来就是要制定大上海玉碎计划 玉碎计划 不光是在上海 整个中国战领区 包括日本本土 都要实施玉碎计划 不惜代价 和敌人血战到底 来个玉石俱分 去吧 莫金修 代老板 又来指令了 代老板高明 委员长更英明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委员长决定 要向共军开战了 此话怎么讲 代老板转达委员长的指令 要求我们跟日军的高层 进行亲密接触 一旦日本投降 把所有的军事设备 军事情报 通通我们接收过来 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 深谋远虑 防患于未然 缺失高明 没想到 我们又要跟日本皇军 打交道了 莫金修有什么高见 是不是想秘密 争取一下武田将军 武田不行 武田如果知道我死而复生 必定有被戏弄之感 不会轻易跟我们合作 但除了武田 还能争取谁呢 人当然有了 山口将军 山口将军 有道理 山口将军 这几天正派驻上海 我听说世来专门部署 实施玉碎计划的 但遗憾的是 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他呀 事在人为 只要想得到 一定做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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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